这对明星情侣 在开车时你浓我浓 可在下一秒却车毁人亡 他们并非夫妻或是恋人 而是在外偷情的野鸳鸯 随着媒体的大肆报道 彼此的家庭彻底陷入舆论之中 双方爱人承受不住打击从未露面 只能让各自的孩子认领遗物 他们怨恨对方是摧毁自己家庭的罪魁祸首 可当来到那间充满两人回忆的房子时 那段凄美的爱情让他们陷入了厮口 原来死去的两人早在大学时就相爱了 韵文气质优雅 港生对他一见钟情 靠着才华横溢和帅气的外表 他也成功吸引了韵文的注意 韵文因为被师姐针对 让他从市中心买雪糕徒步送给主席 得知消息的港生特意骑车一路互送 就这样懵懂的爱意在两人之间游离 在女生宿舍举办的演讲会上 港生手持玫瑰偷偷溜进大厅 台上的博士正夸夸其谈 台下的港生悄悄地将玫瑰送给了韵文 演讲结束 昏暗的灯光浪漫的爵士 情投意合的两人翩翩起舞 紧贴的肉体让彼此逐渐迷失 港生急不可耐地拉着韵文来到角落 激烈的热吻让两人卸下所有防备 但马上要进行下一步时 韵文却突然推开港生 韵文似乎是害羞了 两人四目相对笑了起来 可好景不长 1972年恰逢政治动荡 日本肆意侵略 香港政府的不作为令全国民重愤 许多热血青年自行组织的游行活动 港生便是其中的领军人物 这难免让韵文担忧 但国难当头 一腔热血的港生首当其冲 谁知当地驻杀的英国警察竟直接暴力打压 一腔热血的爱国青年被打得头破血流 韵文被人拉走离开了现场 港生却没这么幸运 因为是带头人物 所以他直接被抓去了监狱 韵文得知后连夜乘船探监 为了不让韵文担忧 港生谎称自己过得很好 这对苦命鸳鸯再怎么恋恋不舍 也不得不被迫分离 三个月后港生刑满出狱 但因为留下暗底无法继续读书 他便决定前往法国留学 可正是这个决定 将两人的命运彻底改变 为了维持两人的感情 韵文每天打五份工 攒钱和港生打长途电话 身在法国的港生也总是报喜不报忧 一边打工一边上学的他 每天都身心俱疲 虽然两人都小心翼翼地 维护着这段感情 但相隔两地的他们 终究还是产生了隔阂 港生无法体谅韵文的辛苦劳累 韵文也不知港生在 异国他乡的孤单 最终两人默契 而又伤感地结束了这份恋情 分开后 他们便各自投身于新的生活 彼此有了新的爱人 时隔二十年 事业有成的两人再次相逢 正当两人四目相对时 那份深藏于新的情感 依旧没有在两人之间消散 他们如同老友般坐在酒吧闲聊 眼底都有一种别样的情感 在老友的邀请下 港生坐上了吧台 他深情演唱着两人 曾经最喜欢的歌曲 回到家的韵文拿着电话犹豫不决 他想给最爱的人诉说 多年的相思之苦 可理智又让他陷入纠结 最终韵文还是没能抵住诱惑 拨通了港生的电话 而港生早已驱车来到窗下 看着阳台上 拿着电话犹豫不定的韵文 港生下决心驾车离开 临走时发现因为窗户边 还摆着自己曾经送的礼物 他再也忍耐不住 就这样两人度过春宵 重新开始 他们还买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填满了曾经相识相爱的痕迹 他们将多年来往的信件 一封封塞进油箱 从青葱岁月到白发苍苍 虽然时隔二十年 但互相的深情 却仿佛从未流失过 他们也终于过上了 曾经向往的生活 可幸福时光总是短暂的 这天两人在一同开飞机时 港生的妻子现身练习场地 他特意给港生一个惊喜 可这对优惠的两人而言 无疑是一场惊吓 港生手足无措 连忙拉着妻子四处闲逛 这让被丢下的韵文郁郁寡欢 两人早已有了不同的称谓 不同的身份 这段感情注定没有结果 在同学聚会上 韵文想要结束这段感情 可当真正提出分手时 他再次陷入自我矛盾 当韵文考出飞机驾照当天 他满怀期待地等待港生 实现自己的承诺 就是载着他一同飞向高空 可等来的只是一句 好友传达的对不起 这让韵文彻底寒了心 他独自一人飞向伦敦跨年 得知消息的港生鼓起勇气 抛弃了家庭来到伦敦 他走遍伦敦街头 四处寻找韵文的身影 终于两人再次重逢 而这场灾难 却让两人复杂的感情彻底结束 得知父母的经历 他们的子女不在针锋相对 而是将两人的骨灰混入烟花 在夜空中绽放出最美的花火 两人也因探寻真相的过程 彼此互生情愫 他们将代替自己父母 延续这段爱情 遗憾才会令人珍惜彻底 而那份爱却能贯彻一生 也许距离是爱情中的一道坎 但只有坚定不移 爱就能打败一切